主席啊 開始之前我有一個權益問題 這個本席跟其他議員習慣不太一樣 市長在台上 我不請誰誰不要上 請誰誰上 這裡不是菜市場 你走來走去晃來晃去的 好 來 請開始 市長 在今天的直訊當中 這一個會期我觀察你以來 從過去的四年媒體上的報導 跟我今天直接觀察你 我發覺有一點落差 剛好藉著機會來跟你討論一下 你是從醫生轉為從政 現在當首都台北市的市長 我第一個先問你 你在台北市你的施政的中心思想是什麼 中心思想 給人民夠好一點的生活啊 聽不清楚啦 聽不清楚啦 你麵風跟我一樣抓得好好對準講啦 奇怪 這就是給人民夠好一點的生活 就這樣子啊 好 我們來看看柯市長對外宣稱他的施政理念是什麼 市府的核心價值 這就是你的施政理念 政治 誠信 開放共享 卓越創新 再加上團隊合作 喊巴郎噹 十六個字 對不對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我跟你討論的第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很妙 運氣好 前一陣子在議會的大會啊 我不小心就把它給佔剪了 因為是一筆預算 已經花掉了 可是那樣啊 花的過程已經起了我一點點興趣 所以我做了一點點調查 我們先看看第一張PPT 就是2017年 台北施大運盛火傳遞規劃一個採購案招標的過程 這個案子啊 事實上我特別用各種顏色 我們第一張來看一下 你看他上面寫的第一個是 我們在2015年的8月5號第一次公告招標 開標的結果是沒有人 第二次公告的時候只有一家 結果他評審資格不符合 好了 結果呢 到了2015年的11月11號 關鍵的問題開始囉 2015年的11月11號 這場會議是在你市長室旁邊那個小會議室舉行的 你做了一件什麼事情 你做了一件跟剛剛你那16個字核心價值不一樣的事情 你把一個預算只有85萬的規劃案 加上了2200萬 本來應該是要在106年執行預算 直接在議會仍然審議預算期間 就在104年11月11號 在你的市長室旁邊的會議當中就決定 我要動用105年的二倍金 把這個案子併在一起 這個案子併在一起 為什麼我覺得不合理呢 這兩天我一直在跟針鋒處的人員在討論 這個85萬叫什麼 叫草繩 2200萬叫什麼 它叫一頭牛 草繩放在那裡一點都不吸引人 2200萬出來之後 有人投票了 有人投票了 這個案子 在後面 2016年 我們是在1月8號預算才通過了 你2015年的11月11號 就決定要動用 你的二倍金 陳議長坐在上面 他沒有把你們台北市議會放在眼裡 當時我是老百姓的 你們根本是他心中的台北市政府立議會局而已 他要怎樣就怎樣 結果呢 2016年2月4號 辦理投票廠商的評選 結果決標了 是這家公司 這案子 市長 總共只有兩家公司投標 是採取評選標 一家是一張日商 網路上公布實際資本額4200萬 員工185人 員工185人 得標的這家網路上公布他的資本額700萬 員工6人 設在本席的選區 只有公司地址 電話不公開 傳真不公開 柯市長 你知不知道 有很多的公司在網路上公布這樣的訊息 選擇他的地址公布 但是電話不公開 傳真不公開 原因為何 柯市長 你這麼聰明 也不知道答案 柯市長 你這個案子 我想想看 柯市長 你先不要急 我告訴你答案 柯市長 很多的公司 會把他公司設在這裡 可是他不會在這裡實際的進行運作 所以他如果公布出來他的公司的地址跟傳真 與他公司設置的地址不符 如果他在本席的選區 他的開頭號碼要256級 255級 他今天如果出現了不是這樣子的號碼 他當席的公司地址跟公司的電話號碼不符 人家會質疑 說他選擇不公開 一個這樣子重大的案子 2200萬 你們當時所使用的理由 我請政風署調查 他告訴我的原因是什麼呢 他原因是因為 又於實成緊迫 你提前於105年度就辦理招標 復因105年度總預算案 已經在104年8月送禮市議會審議 你提前辦理部分預算未及編列 原意預算法第70條 第一項第三款申請動用第二月別金 當時我如果要責怪你 我覺得也有點不厚道 你剛剛從醫生轉成為一個行政首長 你對很多的法令你都不知道 可是混蛋的 就是那個主機處的處長 明明可以讓你依法去行事 不去這樣做 又於實成 體育局送給我清楚的甘特圖 他有實成 聖火傳遞主要工作 105年1月到4月是規劃他的路線 引然疑似 隊員的規劃 105年的5月到10月 開始路線的勘察局執行 105年的11月到12月 開始隊員培訓 106年的1月 開始國內外路線的協調 以及造勢再加上配合演訓 所有的甘特圖 清清楚楚 在體育局給我的資料裡頭 你何來時間來不及 你憑什麼 在2014年11月11號 在你的市長室旁邊的小會議室 你就跳躍了中華民國法定機構 台北市議會 擅自決定 你是被蒙騙了 你自己說過 我查了媒體 如果不能照你核心價值 執行所有任務的人 就是詐騙集團的共犯結構 市長現在給你時間回答 第一點喔 我們那個二倍金喔 因為我們後來規定 所有二倍金 一定要進市長室會議專案報告 然後市長室會議 不會只有柯文哲一個人坐在那裡 所以一般我就相信說 可以在於有市長副市長 甚至秘書長很多人在 我們大概每次市長室會超過十個人 你說的這一些 我在這些天來聆聽你對答 很多議員的說話當中 我都有聽到 我講了嘛 你當時被人家當猴子耍 雖然你智商很高 公務系統這些人 都比你清楚 該怎麼做這件事情 我只是告訴你 當時你第一任市長 當時的體育局局長 當時你第一任市長 任內的文化局長 明明知道這樣子是語法有爭議 可是他就幹了 他就做了 他扛出來的是在市長會當中 讓你來負這個責任 柯市長 我剛剛講啊 體育局的干脆圖在這裡啊 不信你叫李劇長拿給你看 這個圖雖然不是他畫的 可是卻是你的台北市政府 畫出來的東西 哪裡有鱿魚時間來不及 你現在一直皺眉頭 你也想不通對不對 體育局的這個四大預案子 還有一個更好玩的 這是Part 1 現在第二集 Part 2 我們再看看下一張 這是有點怪怪的 依法行政 沒有吧 財政機率 沒有吧 秒市議會 有吧 我們再看下一張 好 這是另外一個案子 按照這本預算書 你已經不能怪任何人了 我跟市議會的處處管界的 這是台北市政府105年的體育局的預算 在體育局的預算書的第22至100 上面當中啊 有一筆預算 總金額是1072500塊 這項預算的名稱叫什麼 以典籌辦業務所需聖火傳遞相關設計製作 為105年到106年連續計算 連續性的計劃 總經費630萬 本年度先編1072500塊 106年度再編5227500塊 你算來這個預算的時候 仍然也是在議會審議的過程當中 你在同一天的會議 104年11月11號 就決定這個案子不招標了 也不照預算105106執行 直接又動用二倍 好了 動用二倍要做什麼事情呢 我問市長 你現在已經幹了第五年的市長 你知不知道台北市政府編預算 很討厭 預算收上大概是全中華民國寫的最仔細的 買紙的不能買筆 買筆的不能租影印機 每一筆預算可不可以到對的準準的 對不對 上點頭點頭沒有答案的 沒有這個 對不對吧 對好 你接著聽我講 這是你的市政府 結果呢 這一筆105年的這筆預算 在你主持的會議之下被肢解了 肢解成為兩塊 第一塊 叫四大運聖火火炬 母火燈 鑄火台設計打樣級製作 第二樣 叫做四大運聖火隊員服裝設計打樣級製作 請問你 我所念出來的這兩句話 在你105年的預算書當中 有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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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預算是丁是丁 毛是寶 你有一筆預算 是這個名稱 結果竟然就在你主持的會議當中 肢解為二 給了兩個預算明目不存在的 你還動用了二倍金 市長 你很聰明 你下面做的這些長日文官 比你更聰明 知道怎麼騙你 我已經連續兩次給你看了你七個嚴重的缺點 你性子急想要求急速的效果 你規避議會 你規避預算 一拆為二 剛剛是有涉嫌圖利特定廠商 這個是涉嫌根本 你不尊重法律 你藐視議會 這筆預算不是這個名字 你把它一拆成為兩個 你是做了第五年的市長 請你今天摸對你的良心 如果你還有的話 你覺得這樣做對不對 奇怪 你不然你現在突然拿那個 四年前的東西 更好玩的事情 我就呆掉了 市長 更好玩的事情 還是那個混蛋的足跡數 他回覆我 這個案子 林友官2017年 台北世界大學運動會 生活伙計及隊員服裝經費 本案體育局原編列 105年 106年 連續性預算 他明明知道這筆預算 在當年不是這個名稱 所以他不提任 預算的名字 他回覆我一張紙箱上寫 這種常人文官 拖出去了 趙您說什麼 斬的都不用收屍啊 這種樣子的足跡是這樣 你不用上台 你不夠資格上我的台 你不用說明 以後有的機會說明了 這字都是你給我的 一筆預算一猜為二 可是這樣 合理嗎 不太合理吧 不然 因為現在突然問了 我就 我沒有去 事先沒有調查 不知道 不過一般來講 余組委 你們市長講 他沒有調查清楚 你們研考會就失職了 他那時候還沒來 我知道啊 我講研考會 我沒有講他 我今天提出兩個問題 我這半年來 我觀察你 我覺得你是個很認真 想做事的人 可是你只求速度 往往忘記了 結果重要 過程一樣很重要 你懂我的意思吧 懂 這個是過程 台北市議會的議員 討人厭的地方 就是在 我們就在過程上找你 這四年我是老百姓 我看不到這些東西 可是我來看的時候 我告訴你 我不能夠接受 如果今天你是我 你能接受嗎 那個八十萬千了一條 兩千兩百萬的牛 這個一個沒有預算 明目的預算 一猜為二 你把台北市議會當什麼了 這個你欠不欠 台北市議會一個道歉 不過當時一定有他的 沒有錯 都有他的理由 所以至少他能夠 當時能夠說服 坐在裡面的人 是幾個人 沒有被 川邦 所以叫共犯結構 這叫共犯結構 可是做那麼多人 不可能全部共犯 我跟你講 不要急 後面還有 這是第一個案子 我們現在再看下一個 林里交通改善計畫 市長 是不是你感到自豪的案子 這個算是小小的動作 但是可以改變我們的城市文化 對 結果昨天你去跟大安區座談 今天報上都跟你吐槽說 從綠色人行道 里長風向波羅麵包 那然後呢 標線行人道 易軍列 里長處重鋪 那表示說 你很愛的事情 其實你最痛苦的里長 沒得跟你買單 好了 這林里交通 交通改善計畫 問題出在哪裡 我們來看第一張PPT 我告訴你交通局騙你 嚴重的騙你 你看到了沒有 台北市456個里 328個里 參加這項活動 308個里 做了進行所有的東西 中間有60個里 它的完整度達到了80%以上 交通局現在做出來 這份計畫報告告訴你 統計了60個里 它完成了60里 因此造成了什麼 什麼東西啊 事故率降低了68% 平均傷亡人數降低了64% 對不對 好 很棒啊 不錯啊 你也拍拍手啦 BUT 但是 也不夠 這是一年的計畫 你們都是什麼浮遊嗎 過了今年 明年不活了 我們來看看交通大隊給我的資料 交通大隊 不要急 再往前 好 再往前一張 好下來 再這一張 這是交大給我的資料 交大他年 我要求他統計 105年開始 104年開始到105年到106年 請你仔細看一看它下面的數字 看看它下面的加總 除了 除了104年的數字 稍稍下降之外 104年 事故的率大概是4000多件 那傷亡人數2000多 隔年到了105年 隔年到105年開始 沒有一年的事故率低於5000 沒有一年的事故率低於5000 沒有一年的傷亡人數是低於3200以下 你那個很有效果 那是怎麼算 算一年而已 我是看你四年 你現在還在那裡噴鼓水 你水什麼 是啊 這是要殘酷的數字 你一直問交通局 我問交大 因為出事是他們在處理 你懂的意思吧 你覺得這個數字怎麼會變這樣呢 107年車禍死亡人數 反而上升 不過那個 那個統計的方式 後來問過 他們統計方式有點改變了 所以那個前後變成沒有辦法一致 沒有辦法一致對照 你講的都很有道理 可是問題交通局 交通局怎麼算 我不知道 他的邏輯怎麼跟你講 下降到68跟64 我不知道 交通大隊很死 交通大隊就是出一件車禍 受傷一個人算一件 他就是一個蘿蔔一個坑 好了我們再來看看 在你自豪的這個計劃的當中 其他的區 我們再下一張 請你看一下 台北市12個行政區 我出現所有紅顏色的 通通都是在你實施 邻里交通改善計劃的之後 他們都參與了 可是他們的事故率是持續飆升 包含了本席的選區中山 好在一個大同豁免了 12個區裡頭 7個區是飆升的 誰給的數字 交通大隊 不是交通局 交通大隊很簡單 只要101報案 他就一案 到現場有一人受刪 他就一人 他騙不了人 警察也許有的地方不好 可是這個案子的統計數上來講 那是沒辦法騙人的 我們再來看下一張 我幫你做了對照 失座前 事故 就是你參加的理由 917死亡1 受傷人數672 失座的之後 當時真的是有下降 降到296到243 失座後兩年 2334 1796 這60個參加的理當中 除了康樂禮 永康禮 虎孝禮跟騰雲禮 仍然保持是數字降低之外 其他的56個禮 通通都是上揚曲線 It's nothing to be proud of 市長 沒什麼好驕傲的 真的沒什麼好驕傲的 你懂的意思吧 這個數字一定有問題 因為 你不能這樣講 這數字通通都是你 特別師父給我的喔 你去找交大 你去問陳家昌 你去問江竹培 數字有一個是我動的 我腦袋剁下來給你當凳子座 你怎麼可以講數字有問題 是你們自己的數字有問題 不是我的數字有問題 不可以這樣子 市長 我今天是很誠心的跟你討論 你的市政府 如果能夠真的做到 你那期望的16個字 它會是一個還不錯的市政府 可是我覺得非常失望 這數字看來讓人覺得難過 怎麼會這樣呢 你曾經嗡嗡嗡 我還特別去翻了照片 也去YouTube去找了你的影帶來看 我看你今天這樣子 看你四年剛當市長那樣子 不錯 還是柯文哲 頭髮白了很多 表示你的確是有花點心思 一個人成就不了這個城市 一個人代碰不了這個團隊 是要所有人齊心協力 可是你就犯了一個嚴重的問題 你說的多聽的少 所以你的專業幕僚沒有發揮他們的功能 今天做出來這個磨粉工 是只有one year 只有一年的效果 它不是你長期四年的執政效果 我檢討的通通都是我當老百姓這幾年 你當市長時候的成效 這已經是兩個案子了 市長 你覺得這個東西還能拿出來作為你 可以津津樂道的嗎 我歡迎你拿這數字你請交大提供 交大原來送給我的數字喔 比這個低喔 後來他跟我講他好像抱歉說 對不起 我們的數字錯誤 因為我們有個計算的東西 沒有進去一加 完了 不加還好一加加的更多 你覺得警察害你嗎 我們回去再算一遍是怎麼回事 因為 就算要增加也不會增加688% 這不可 這個我也覺得奇怪啊 比方說數字亂做 你是想警察局數字亂做啊 這一定是有問題的 所以我一看就知道 陳家昌局長你小心喔 柯市長說你們交通大隊的警察局數字亂做的喔 從Common Sense就知道這個Data是錯的 我也覺得怪異啊 所以一定回去他們就被我Case 就是這樣 這笨到連數字都不會判讀 不是 做假做得還被人家抓到 不是啦 這還是重點 不是 我很生氣就是說 你要數字要交給議員 你好好來自己先看一下 他一定是連統計完 連看都沒看就交給人家 你這樣講警察 我覺得有點不厚道 警察算是蠻認真的 對 雖然笨了一點 都給我40個數字 跟你的美化數字不太一樣 不是啦 這個一看就知道 就算是對的數字也不可能 沒有 這個我不跟你耍嘴皮子 我只是跟你講 我舉了兩個案例 一個跟錢有關 一個跟你自己驕傲的政績有關 他所有出問題的全出在數字 市長你懂我的意思吧 對我們回去會查 我也回去一定會查 我從common sense 就知道這個數字是不對的 你是覺得交通局 陳學台不對 還是陳家昌不對 不是 統計商網那個數字 這也是有一點 你交數字給人家 你好歹自己要看一下 不是這樣準備 我每次都說 也是交考卷不是出考卷 可是長 你在台上一個人難難自語 算是回答我 可是我覺得 以我今天是議員的角度來聽 我覺得這些話 如果我是你 我會保留 因為這需要給你的好好的 這些在座的每一個局所上 他就等於是你的骨弓 是你的左右 是你的幕僚 談完了之後 你再回答我都可以 如果我是你 我會怎麼回答 議員對不起 這個數字一定有問題 我回去檢討之後 會給你一個明確的答覆 你不能直接在這邊指責他們 這也就是今天你為什麼一直出錯 你的部署不敢做對的事 你都比他們聰明 不可以這樣 柯市長 你懂我的意思吧 這些人沒有一個是吃飯的 但是太明顯了 太明顯了 這有問題 也要 你糟蹋你的部署 我沒有意見 我做路人甲 我看來我告訴你 你這樣子帶部署 是帶不到新的 好 我回去再處理 我來看一個 讓人會難過的事情 時間暫停一下 我先把一份資料給市長 接下來我們要看 我覺得這個問題 我們要用比較 比較嚴肅一點點心態來看待 一個政府 想要把它做好 在現今的社會 不容易 往往還需要很多外在的協力團體來幫忙 這協力團體 他有的時候很有熱情 可是他沒有方法 他不知道法令 他更不知道對錯 他只知道趕快做 因為政府需要我幫忙 我談的事 在海北市有個機構 叫關愛之家 關愛之家 在我在夫人公職的時候 我就發覺他有問題 我動用了非常多的資源跟人力 去整理他 從103年的8月開始 到104年1月份 政權移轉 輪遲更迭的時候 我發覺這個機構 沒有受到你的市府 好好的照顧 根本沒有給他一點點 任何的guidance 我們來看一下 整個事情的大事記 我們先看第一章 好 這是中央跟台北市 一起針對關愛之家 所付出的關心 2015年 不 你剛剛接手了 你的社會局長 在1月5號 就接受他的部署的簡報 告訴他這個單位的嚴肅 跟危險性 2015年2月13號 社會局的主管科科長 人模人樣大陣仗 帶了9個科研 5個翻譯 3個菲律賓 3個菲律賓語 2個印尼語的 到這邊去查查 查查什麼東西呢 就查查他容流的問題 因為當時 他收的孩子 收的實在太多了 他的空間不夠 所以我們跟他講 你要收可以 可是你不能收這麼多 否則小孩子在這裡 如果沒有得到 好好的照顧的話 很容易產生 你想像不到的問題 好了 去查完了之後呢 2月17號 人模人樣 開了一個專案會議 做成了三點決議 維持無一而少 不超過4個人的規定 為母親在外工作之幼蹄 暫不安置 以維持兒童發展 及文化維繫 本局持續 挹助資源 並由人間團體 持續關懷關愛之家 第三個 本局應該 評估關愛之家 由文山複佑融流場所 轉型為 脫婴中心之可行性 連這個融流場所 都是我定的名字 原因是什麼 我們當時 無法忽略它的存在 我們必須讓它 能夠下去 所以我們用融流場所 這四個字 為什麼定定它 不能超過四名 因為五名以上 就算機構 機構它這裡是絕對 申請不合格的 這都是當時 我們讓它能夠 再跟我們政府 合力解決 社會上很多 沒有人願意解決的問題 你去參加我們外勞的 那些什麼穆斯林節去開災 我覺得那都沒有任何的意義 我在之前都講過 外勞到台灣 人吃五股雜糧都有七情六欲 當他們七情六欲發生了之後 所生下來的孩子都在這裡 都在這裡 這才是真正最大的社會問題 而不是讓他們在火車山 有個地方去玩 參加他們的開災節 那個是Nothing 那個沒有任何的意義 那叫錦上添花 處理這個問題 才叫雪中送炭 好了 查完了之後對不對 是不是我們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問題來了 你們可愛的社會局 從104年起到105年 連續兩年 在這個會議之後 沒有再去管過這個地方 他收容的小孩 收容的小孩 從16個暴增到53個 而且還有一個 社會局同一個局數給我的資料 我們往下看 先看那個人數的部分 來往下 再往下 再往下 好請看市長這一張 這是社會局 兩千 一千 108年1月19號給我的 請你看一下 每一年的人數 1056 10653 2017 122 2018 108 2019 2019 2月15號我再要 請你看 兒童數 23 75 103 104 112 同一個局處 同一個單位 給出兩份統計報告 天壤之別 然後呢 我就問他說 請問你 為什麼你在這裡 106年 107年 你開始有總收容人數 跟一致出去的人數 前面你為什麼什麼都沒有 結果你知道他怎麼回答我 天才 說得出來我臉紅我耳朵塞起來 我都不願意聽 他回答我的什麼 他說 他說本局 105 110 104 105 2年 沒有仿製 各縣市政府共同處理 研疑了兩年 這兩年的研疑 總共開了幾次 開了八次會議 開了八次會議 開了八次會議之後出現什麼結果 市長我剛剛給你那張單子 在106年 可怕的事情就發生了 我們來看這一張 106年到108年 2018年 連續五個孩子 送院死亡 來源通通都是關愛之家 兩個只有一個月 兩個只有三個月 一個一歲不足 四個男孩一個女孩 你們的社會局的知會開會 就像我之前跟你便當會講的 賴湘林局長的案子 社會局開了五次的個研 怎麼結案 他被打結案 這就是你所帶的機構 五條人命 市長你是醫生 為什麼先給你看 請你翻譯給我們聽 這些死亡原因 Why 你是醫生這是你的專業 這些死亡原因是什麼 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死亡原因 這個照顧太差了 我告訴你好不好 你是急重症 我問了 這個五個案子 都跟腸病毒有關 那個醫生懷疑 我先去找找醫生看 那個醫生懷疑 是因為所有的場所之內 清潔衛生不好 沒有適當的管理 通風不良 孩子太過量 群聚感染 五條人命啊 柯市長 106年的市長是誰 是你 是你 五條人命死在你的手上 死在你帶領的市政府手上 再來 人命發生了 社會局不是不知道喔 我們再看下一張 他有發生疑似家暴案件 兩起 104年 107年 都有通報 社會局的家房中心 都有依規定處理 為什麼會小腿骨折 為什麼會大腿骨折 我們再看下一張 喔沒有 市長 市長 這個案子 現在出現的最重要的一個 嚴重的狀況在哪裡 我們委託很多的機構 幫我們做事 像前一陣子新女性 他幫我們去收容那些 受暴的婦女 他自己笨 不應該用強悍的走斷 去解雇他的勞工 這樣子的機構在太北市政府 我們委託了非常的多 我們委託給他 不是把問題跟垃圾 丟到他家去就算了 我們要給予他適當的管理 我今天還特別在會議之前 給了一份 從一百零零元這五個孩子死掉了之後 台北市政府的 社會局委託一家特定的醫院 定期到這個地方去做 幫孩子做健康檢查 我請黃局長來解釋一下 健康檢查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我那份資料給局長 您請 岩木雄 岩署長看過的時候 請問一下 他會發生那麼多 那樣子的病 原因是什麼 這個環境 不好啦 就是 包括通風啦 所以有一些 感控也沒有做得很好 所以個案管理不好 所以很多的 感冒啦 拉肚子啊 這些 病痛 產生 好謝謝黃局長 請回 市長 你懂我的意思吧 我們今天 把這些 不管他是合法外勞 因他各種原因 在台灣偷偷生下來的小孩 或者是逃跑外勞 在台灣生下來的小孩 或者是移民署 專程隊送給我們 抓到逃跑外勞 因為懷孕 他不會處理 生下來的小孩 全丟在這個地方 丟在這個地方 我們就是這樣 這樣就可以了 問題解決了嗎 你以為你是鴕鴨 我是鴕鴨 還是我們整個社會都是鴕鴨 如果今天沒有這五條人命 我根本懶得問這個機關 原因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我們的市政府 不會好好輔導他 開了八次會議 帶他去看了十八處的地方 你有認真地去幫他嗎 社會局主政的那個副局長的心態 你要好好地去研究一下 你要好好研究那個科長 該不該一樣拖出去站了 這個議員 我自己是醫學專家 我看這個我是看得懂 這個我自己去看一遍看看 你覺得這個案子 孩子 這五個孩子這樣死 你是市長 在你執政的時候死的 你今天知道 你的感想如何 非常非常慚愧 我去看 我自己去看好了 你有沒有去過這個地方 以前我說我要去的 他們來跟我說 市長這個是非法的單位 你不要來看 奇怪 但是我他們 我本來有牌 牌要去看過一次 但是後來他們 市長 所以這一點變得很簡單 你的幕僚不知道是愛你還是害你 他說他是非法的機構 可是他卻一直 你去看他第一件事情 他第一件事情做什麼 我們要持續 挹注資源 你知道他非法 你還要挹注資源 你這邏輯在哪裡 這是他 104年2月17號召開專案會議 在他那個該殺的科長 大震盪帶了九個科員 五個翻譯去查完了之後 開了會議 說我們要繼續 挹注資源 還要評估協助他 轉型成為 拖映中心的可行進 你有把它當廢話當沒有 你一直想把它扶持 成為你解決問題的幫手 你今天從他的非法機構 叫你不要去 你真好騙 我懷疑你的智商了 市長不是這樣子帶領一個城市 你也不是這樣子聽信你的部署玩弄你 體育局的案子玩弄你 社會局的案子玩弄你 交通局的案子玩弄你 他們把你當大碗我在玩 玩了你團團轉 一個城市不能這樣子 一個政府更不可以這樣子 我相信這跟你當台北市市長 以及你每天嗡嗡嗡做事的初衷 是完全大相徑庭 違背的 沒錯吧 沒有辦法 我知道 像這個我就覺得是管理不良 一定要解決問題 管理不严 管理不良 我覺得 那個地方環境不好 我很想跟市長講 我們兩個人手先手一起去好不好 我們把相關的三個人一起送監察院 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去懲戒他們好不好 五條人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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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何回答我這五條人命 我連名字都不知道 我來幫他移局同情之類 我都不知道我該跟誰敢見 沒名沒姓 好我回去看 我去我親自去看一遍看看怎麼解決 我跟市長講 你們的社會局現在正在做一件事 正在扶著他的手 要把要把在新榮路的星光市場 標給他去做收容的場所 讓他因為場所合於 拖映中心獲得收容機構的規範 這個機構連寫標案都不會 連寫標案都不會 你們也不輔導他 更何況是 今天新光市場的 老百姓都不知道 你要把這個機構放過去 你懂我意思吧 你今天很簡單 你北科要放一個精神收容場所 也是這個副局長 我們不用說 反正我們是被分配去的 我們就進去了 現在北科 我們的精神收容場所 進得去嗎 還在協調 不用協調 因為什麼 老百姓覺得你騙他 拿這個案子 我告訴你 我是老百姓 你在騙我 你沒有代表那個城市 你在城市裡就殺人 雖然不是你殺的 制度在殺人 可怕吧 最後我再給你看一個 這是今天所有大菜 完了之後的小菜 我們來看看官傳局 先看第一張 官傳局的 往下 這是官傳局 我跟他要 他過去這四年 就已經做了什麼國外的宣傳 增加我們台北市的旅遊 他在馬來西亞 登了這家 HERRY METRO 光明日報 再下一張 星洲日報跟STAR 我查了 這四家還真不是小報 這不是小報 登一次 一次喔 四報登一次 你感覺如何 我跟今天報紙寫的東西一樣 一次喔 還有另外一個廣告 坐在巴厘島的 單趴薩機場 15秒鐘 一個月 你有沒有去過巴厘島 沒有 有機會去一下 帶市場富人去那邊散散心 出機場 大家想趕快出去享受陽光 沒有人會注意機場 那個機場很小 坐了一個月 15秒鐘 那我想說你既然做了海外宣傳 那我來看看結果如何 你看看你們的觀察局怎麼回复我的 來 他寫什麼 他說 台北市國外旅客人次 是依據交通部觀光局公布 來臺外國旅客人次次數 在意外國旅客到訪台北 推估台北市的旅客人數 他我問他的數字呢 他就簡送交通部觀光局 2015年2018年 來臺旅客人次復健如復健一 我問他 他叫我去觀光光局 他領薪水在幹嘛 他是觀光局派在這裡的信菜啊 好 你看他給我 叫我去看復健喔 復健給我看來 你給我看一下復健 市長你在復健當中看到了什麼 請你看第二欄 第一欄是業務來訪的 亞洲合計 我們有數字 叉叉叉叉叉叉叉 美洲合計 我們有數字 叉叉叉叉叉叉叉 觀光 叉叉叉叉叉叉 這就是你的市政府送出來的資料 等一下這個送資料 給議員 應該有一定有負責人 這個真的是那個Excel 那個沒有拉開拉開 拉開 你我不管你Excel還是Word 但是我知道 這個表 你今天你的市政府 三道大菜送你一個最後的甜點 沒有一件事 你是端得上檯面 連要一個資料 你不給我就算了 叫我看交通部的資料 那你也給我資料看 你給我這是什麼東西啊 市長 如果我們常常用 螺絲鬆了 形容一個行政機構 不靈光 我是覺得你的螺絲全在地上 還沒上軌道 還沒鎖到應該有的架子上 雖然你的手掌更替如 走馬燈一樣 可是沒有一個局處 能發揮它好好的功能 這是我 八個會期 第一次 跟你的總資訊 我會準此態度 我不跟你談什麼 你選不選總統的事情 我不跟你談什麼 有跟沒有的 我只問你 你做的事 你去對你做過的事情 你要負責 這是我是受人之托來這裡 我唯一只做這件事 也希望你做好 好不好 好 這個我們要檢討